第241章 破镜无法重圆 夫人 您的药包好了 药童将药递给江云锦 药童顿了顿 看着江云锦欲言又止 有事 江云锦面色冷漠 若不是陪师逼他回来 他压根不愿回陆家 药童含瘫乎乎低声道 药不要 拿些 拿什么 你是个娘们魔 说话含瘫乎乎 江云锦眼神直直地盯着周书药 瞧见陆燕书离开 便想要上前 要同来了火器 上回你相公 还拿了些壮阳药 这次可要开一些 此话一出 药堂内众人 纷纷朝江云锦看去 江云锦面上休脑 胡说八道 谁要那种东西 还不快滚 江云锦感觉到众人的打量 恨不能挖个地洞钻进去 江云锦心头堵着气 将药包塞给丫环 便朝着周书药而去 江云锦嘴角 琴着一丝嘲弄的笑 周书药 我还以为你多高尚呢 当年打抱不平 原来竟是图谋不轨 他的眼神带着怨毒 你是不是勾搭陆燕书了 你真以为陆燕书看得上你 笑话 别自取其辱 江云锦帕子捏得死井 手指都泛着白 周书药瞥他一眼 你有什么大病 站一起就是勾搭了 谁都跟你似的 再说 陆燕书的事 关你屁事 你算什么东西 管人家陆燕书头上了 仗着你脸大 仗着你曾退过他的婚 你抛下陆燕书 费尽心思嫁给陆锦怀 这日子 定是如你所愿吧 周书药笑眯眯地看向他 真是报应啊 痴情正直的壮元郎 看不上 选了个 则则 选了个男女通吃的 江云锦面色煞白 狠狠地看向他 贱人 你休想看我笑话 你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就算我与燕书退了婚 也没你的事 江云锦心头抽痛 他若是不曾抛弃陆燕书 他现在是不是人人羡慕的陆夫人 当年陆燕书看向他的眼神 总是两津津的 总是端方君子的模样 对他极其真实 他却将其抛弃 江云锦哪里不后悔 周书方轻声讥笑 总比嫁禄锦怀好 总比像你似的 与男人共事一夫 住嘴 别说了 别说了 江云锦猛地惊叫出声 面色苍白 浑身颤抖 眼中满是恨意 他曾拥抱过月亮 哪里能忍受这种落差 江云锦神色很利地 看向周书瑶 抬头看了眼陆燕书离开的方向 咬了咬牙 便不再与周书瑶纠缠 追住陆燕书而去 江云锦坐在马车内 可内心依旧无法平复 他无法忍受众人异样的嘲弄的目光 无法再忍受陆景怀 无声地落下一行青泪 眼中满是悔恨 马车停下 甚至还不曾停稳 他便急急地跳下马车 狼狈地朝着陆燕书奔去 燕书 燕书哥哥 江云锦眼眶通红 喊住前头的男人 陆燕书正要抱着招招进门 燕书哥哥 燕书哥哥 他还要不要脸 陆招招黑着脸吐槽 江云锦想要上前拉住他的袖子 如同小时候那般 陆燕书必闲地后退一步 请夫人自重 一句夫人自重 刺痛了江云锦的心 江云锦声音发颤 眼眶泛红 一双眸子带着泪 欲说还羞 燕书哥哥 你真的不理我了吗 眼泪滑落得恰到好处 竟有几分异样的美 锦儿不懂事 锦儿知错了 江云锦轻声抽气 陆锦怀是个骗子 他窃取燕书哥哥文章 欺骗锦儿 他与男人私混 他 锦儿被他花言巧语所骗 锦儿该死 锦儿不该抛下燕书哥哥 这世间 为燕书哥哥 带我真心 是锦儿猪油糊了心 错把珍珠遗失 将鱼目当作宝 锦儿后悔了 锦儿后悔了 将云锦声音发颤 竟有众破碎的美 燕书哥哥 你带我走 好不好 他戚戚爱爱地看着陆燕书 他曾见证过路燕书少时的情色 也曾见证过路燕书的沉默寡言 却还是第一次 见到他的意气风发 他已经是人群中耀眼又夺目的存在 燕书哥哥 我想要回到从前 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 他慌慌张张从怀里 拿出快破碎斑驳的玉石 玉石晶莹剔透 这是当年的定轻玉佩 陆燕书面上平静无波 眼神都不曾掀起一丝涟漪 当初退婚时 我脑子糊涂 将订婚玉佩摔碎 我已经将他重新战好 燕书哥哥 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你永远会站在 我身后对不对 江云紧哭着问道 小时候 无论我怎么惹你生气 你都会原谅我的呀 他曾经 也是被陆燕书 捧在心肩肩上 可是 他将真心踩在地上碾压 如今 他后悔了 陆燕书平静地看着他 破镜中园中有痕 碎玉复合仍见侠 你何必如此 旧梦不可重温 破镜也无需重圆 还望夫人辞重 既然选择陆景怀 便好好过日子 得拢望鼠 你未免太过贪心 再者 没有人会永远停留在原地 你 不值得 陆燕书甚至都不曾正眼瞧他 他自小就知道自己有个未婚妻 他不敢梦了 生怕冒犯小未婚妻 给予他一切尊重 为了创造更多的共同话题 他甚至学着去了解他的喜好 生死攸关之时 他也不曾犹豫 但换来的 只有背叛 江云锦嘴唇发抖 脸色白得不像话 他颤巍巍地问道 你可曾 后悔救我 陆燕书转身 抱着路朝朝回复 梁九 才听得一道清冷的声音 不曾 大哥是个君子 是真正的君子 他有责任感 也有自己的底线 江云锦 你亏大发了 陆昭昭趴在大哥肩膀 对着御书使了个眼色 御书脚步放慢 便偷偷来到侧门 他朝着远处的小乞丐 招了招手 小乞丐殷勤地跑过来 彪哥有吩咐吗 御书趴在他耳边 低声说着什么 您放心 一定将此事办得妥妥的 一定传到陆景怀耳朵里 夜里 江云锦追逐陆燕书马车 传得沸沸扬扬 江云锦回到家中时 家中灯火通明 陆景怀因沉着脸坐在堂前 一语不发 第242章 他只是害怕 夜晚 陆宅内灯火通明 四处点住灯 丫鬟奴奴紧张地低着头 气氛微有些紧蹦 少夫人 少爷请您去正堂 丫鬟低声说道 江云锦的贴身丫鬟 神色紧张 可江云锦却神色淡淡 拢了拢衣精 摸了摸并肩珠花 江云锦嘴角 擒着一丝冷笑 闲庭若不得走回正堂 正厅内 砸碎满地茶盏 江云锦瞥了一眼 冷笑出声 刚进门 茶碗便朝着他脑门飞过来 江云锦微微错身 精致的茶碗 擦着并边过 陆锦怀 还真当自己是 侯府嫡子吗 家徒四壁 吃媳妇嫁壮过活 谁给你的脸砸碗 我嫁进来时 侯府就圣机赌强 连丫鬟的月钱都要欠着 这副礼 哪样不是我添置的 吃软饭 也要有吃软饭的态度 江云锦讥笑一声 陆锦怀这段时间 瘦得厉害 此刻听得江云锦不留情面的话 更是剧烈的咳嗽 咳着咳着 竟是悬咳出了血 心痛的陪氏慌忙起身 而啊 陪氏气得双眼发红 你个不守复道的贱妇 怎么和锦怀说话呢 陪氏又恨又气 恨不能撕了江云锦 我哪句话说错了 大道府内百贱 小到过碗瓢盆 都是我花钱添置的 就连你摔的茶碗 都是我的嫁妆钱 我可不是许时云 任由你们吸血 吃软饭就要有吃软饭的态度 软饭硬吃 也不怕噎人 江云锦半点不怕 陪氏威胁他回府 他就知道 陆锦怀不是陆燕书那样的君子 他是个十足的小人 沾上就别想干净 江云锦气红了眼 我不守复道 天哪 你在说什么笑话 江云锦大笑出声 笑得眼泪都差点落下来 你哪里来的脸说服道 可真是笑死人 你一个外事也有脸说服道 这说出去谁不笑话 就连你儿子 男女混用的脏东西 都像急了你 十足时的肮脏货色 江云锦指着陪氏 笑得直不起腰 陪氏从未想过背 而媳妇捅破过往 此刻一张脸羞怒交加 眼神旁扶脆毒 就连门外守着的两个丫鬟 都狠狠打了个哆嗦 谁准你这般对婆母说话的 谁允许你这般对婆母的 不笑的见闭 陪氏近乎尖叫 江云锦神色淡淡 我不是和你学的吗 你怎么对婆母 我就怎么对你啊 老太太那条命 可都快被你糟蹋没了 陪氏旁扶被掐住喉咙 面色隐忍 胸口剧烈的起伏 你是我侯府的儿媳妇 你怎能去寻陆燕书 那个剑种 陪氏恨得只咬牙 那是许氏的儿子 他半生都在和许氏比较 怎能输给许氏 抢了许氏的男人 抢了许氏的地位 抢了许氏的儿媳妇 他怎么能容忍 江云锦追住陆燕书 陆景怀坐在椅子上 只瞬间便大汗淋漓 他的身子骨彻底废了 你找陆燕书做什么 他声音沙哑 眼底汹涌澎湃 指尖都在发缠 他千辛万苦夺走陆燕书一切 可如今 所有的一切都在以强势的姿态 回到他身边 江云锦言简威仙 并未说话 你不会 指望着陆燕书 还能艰难你吧 陆景怀嘀嘀地笑出了声 语气晦涩 神色癫狂 江云锦面色一宁 你也紧手中帕子 你亲自退婚 亲自抛下他的呀 也是你 亲自勾搭我 要嫁给我的 还未成婚前 你这个Denfield便与我苟合 你竟还指望 折陆燕书捡破烂 你这种人尽可服的脏东西 他怎会看得上你 陆景怀笑得肆意 笑得张狂 江云锦 你我夫妻一体 我在地狱 你也别想爬出去 当初 可是 你自己招惹我的 陆景怀面色满是狠辣和偏执 他绝不会允许江云锦离开 江云锦浑身一领 身形微晃 他为师摩要抛下风光际月的君子 为师摩要抛下贤良的许事 江云锦白着一张脸回房 他漠然地关上门 不许进来 江丫环关在门外 他好悔啊 他好悔啊 他多想回到那个夏天 他因顽皮甩开丫环 无意落水 他在水中疯狂地扑腾 越扑腾 却下沉得越快 冰临死亡 湖水淹没口鼻 他大口大口吞下湖水 即将窒息之时 他透过水光 隐约看到小少年丢下书本 拼死跳入水中 朝着他义无反顾的游来 他当时太害怕了 他太怕了 抓住陆燕书 就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疯狂地将陆燕书往水里转 死死勾着他的脖子 害怕再次被淹没 陆燕书耗得筋疲力尽 才将他推到岸边 可当时下了雨 水边湿滑 怎么也上不去 陆燕书托举着他 用尽力气将他推上去 而自己却因推力过猛 瞬间沉入水中 他一转头 就见湖面上 没了陆燕书身影 他害怕 他慌了神 他真的害怕 他哭着往前跑 想要寻人救命 可 见到丫鬟时 他猛地后悔 躲进假山后 哭着不敢叫人 陆燕书咽死了怎么办 自己该怎么交代 他是天之骄子 所有人看中他 自己该拿命来尝骂 水面上墨人 他一定咽死了 他怎么给陆家交代 怎么给家中交代 他不能暴露自己 是陆燕书自己落水的 是他自己落水的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他低声嘻喃 惊恐地缩在假山后 他捂住耳朵 不敢听耳边 越来越急促地呼喊 他不敢应声 不敢告诉众人 直到 丫鬟找到他 见他满身湿透神色惊慌 他来不及阻止 便听得丫鬟喊道 小姐找到了 所有人簇拥过来 他便陷到许氏 恐惧地喊出一句 我没陷到燕书哥哥 我没陷到他 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心情紧绷 乍一见到许氏 心态直接崩了 不是我害死的 不是我害死他的 许氏本就派人在寻录燕书 便寻不到 心头不安 听得此话 吓到浑身发软 锦娘 你看到燕书了对吗 燕书在哪里 求求你告诉我 许氏浑身发软 站都站不稳 哀求地看着他 你浑身湿透 你落水了吗 许氏突的语气微变 声音都在发抖 燕书 落水了吗 许氏绝望的目光 让他害怕 这也是 他不敢面对许氏的缘故 他不是故意的 他害怕 他真的好怕 第243章 落水 快去湖边寻 快去寻 许氏来不及等答案 他浑身颤抖地爬起来 声音淒厉 浑身抖得不像话 燕书 燕书 许氏仓皇着 带人在湖边寻找 江云锦浑身发凉 凉得刺骨 我大哥呢 我大哥在哪里 你倒是说啊 你哭哭啼啼做什么 几岁的陆正月 哭嚎着要咯咯 江云锦指浑身发抖 抖得不像话 脑海里 只有许氏通红的恐惧的哀求 看着他的眼神 大公子 秃得 前头传来泣血的哭声 大公子在狐脸 大公子在狐脸 有丫鬟哭着指向水中 只见平静的湖面上 不知何时 竟出现一具浮起来的身形 许氏只瞥了一眼 那一刻 浑身血液直冲天灵盖 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恐惧到深处 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只哀嚎着往前爬 整个人宛如癫狂 陆燕书被捞起来时 呼吸已经逐渐微弱 浑身都泛着白 肚子鼓囊囊地倒在地上 脸色泛白 耳间还有猙獰的血迹 江云锦正了正 他离开时 并未瞧见陆燕书额头的血迹 大迭 推他上岸时撞了脑袋 江云锦心头愈发恐惧 许氏名门贵女 从未像如此失态 舅舅燕书 舅舅燕书 太一囊 许氏气不成声 素来爱惜脸面的他 此刻惶恐不安 几乎要了他半条命 大公子莫呼吸了 小思叹了叹鼻息 吓得贵倒在地 泪如雨下 方才大公子寻地方看书 明明不在湖边啊 他在林中石桌上看书 奴才只离开了一炷香的时间 他怎么就落水了 贴身小思哭着喊道 江姑娘 你身上怎么也是碌碌的 当即便有人问道 江云锦慌地发抖 陆燕书死了 陆燕书死了 湖边有落水的痕迹 湖里还有块手绢 瞧着 有侍卫查看现场后 目光看向江云锦 导向是有人落水 陆公子下水试救 此话一出 江云锦几乎跳起来 我没有 我没有 曾经他引以未容的少年 如今成了烫手山芋 那你身上卫石膜有苔藓 卫石膜 你头上还有湖中才有的水藻 你的手绢 卫石膜在湖中 陆正月哭着喊道 我大哥 我大哥是为了救你 他为了救你啊 你为石膜不喊人 你为石膜要躲起来 陆正月疯了似的 像个小疯子一般 朝着他冲过来 陆正月比他小两三岁 可圣怒之下的他 爆发出一股力量 竟将他按在地上 死死地锤打 江云锦挖地哭出声 我只是太害怕了 我只是太害怕了 我没有想要害他 我只是太害怕 江云锦哭着认错 他吓坏了 那是他的未婚夫王 他引以为傲的未婚夫王 他是天之骄子 是所有人的骄傲 是京城人人称颂的小天才 他不想害他的 可是他沉入水中 他死了 他承担不起责任 江云锦云将陆正月拉开 许氏白着脸 哆哆嗦嗦地抱着儿子 快快 倒背着燕书 把水跑出来 暗暗肚子 让他把水吐出来 求求你们 救救我儿子 我的燕书 他是个好孩子 他心善仁慈 他 他还是个孩子 他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许氏气不成声 当即便有下人 扛着陆燕书在地上 不断地抖 不断地跑 一圈又一圈 一个个累得瘫倒在地 一个接一个 太医来时 陆燕书面色轻子 呼吸全无 太医眼中满是惋惜 天才少年 竟这般迅速落幕 太医叹息一声 大公子呼吸心跳全无 但凡能早几分 大公子还能尽力一旧 江云锦红着眼睛 猛地看向太医 早 早几分 江云锦惊慌失措地 看向陆燕书 他 他 你卫石魔不叫人 大哥是为了救你 你卫石魔不叫人 是你害死我大哥 都是你该死我大哥 小小的陆正月 心痛地看着大哥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说一声 你喊一句 我大哥就不会死了 我要大哥 你害我大哥 你害我大哥 把大哥还给我 他舍命救你 你卫石魔要这么狠心 你一句害怕 救要我大哥的命吗 他拼命救你 你怎能这样 陆正月待坐在地上 呢喃 江云锦躲在母亲身后 他恐惧地看向一切 方才 陆燕书 没有死 他无声地落泪 他只是太害怕了 江云锦恐慌地 看着眼前一切 他唯独不敢看许氏的眼睛 许氏没有女儿 待他极好极好 好到 他再也无法面对许氏 无数侍卫接力 拯救陆燕书 许氏早已哭到声音沙哑 他神色恍惚 跪坐在地上 吐出的水越来越多 却始终不见醒 许氏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肩膀轻颤 眼中带着泪 颤巍巍道 求上天怜悯 求漫天神佛保佑 保佑我平安 信女愿付出任何代价 她尚不足十岁 人生还未开始 信女愿以命换命 我愿以我的命 以我下一世 下下世 生生世世为奴为弊 或堕入畜生道 换燕书平安 求上天怜悯 她是个心善的好孩子 她为了救人 不该落入如此境地 许氏哽咽着求道 求求您 舅舅燕书 我什么也不要了 只求她平安健康 求您 舅舅燕书 求您 舅舅燕书 她一下下磕头 怀中玉佩 叮叮当当地 在地上磕得直响 沙纳间 起风了 将云锦模糊地泪眼 朝天空看去 她好像看到一道金光 又好像什么也没有 回神时 便听得一道呛壳声响起 嗨嗨 嗨嗨 许氏额间 早已磕出血迹 亮亮呛呛 朝着陆燕书而去 众人将陆燕书平躺 放在地上 她闭着眼睛 使劲咳嗽 吐出无数雨水 许氏又哭又笑 双手合十 不断拜菩萨 谢谢菩萨 谢谢菩萨保佑 她哭哭笑笑 彭扶疯了 陆燕书枪壳后 恢复了心跳脉搏 但昏睡三天 醒来后 她只记得 推将云锦上岸 不记得额头的伤 她瘫痪了 一带天骄 就此陨落 成了无法自理的摊子 第244章 倒拔扯杨柳 从此以后 江云锦再也无法面对陆燕书 无法面对许氏 那时 许氏没有女儿 她将自小订婚的江云锦 当作半个女儿 有什么好东西 便巴巴地送去 简直疼到骨子里 自从陆燕书出事后 许氏面上的笑容没了 见到她 只剩客气和疏离 江云锦躺在床上 眼中留下一行青泪 我只是太害怕 害怕她因我而死 承担不起责任 她也说不清 自己当时什么心理 只知道 不能被人发现 是自己导致陆燕书淹死的 江云锦 紧紧捏着手中破碎的玉佩 许氏看重她 也乐意给她撑腰 那几年 她真的风光 而陪氏呢 成婚前 一副与她亲如母女的样子 大婚当日 就消想她的嫁妆 江云锦的后悔 且不提 此刻许氏 倒也颇为感慨 我竟想不到 她还追过来找你 我原以为 她一辈子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许氏叹了口气 她是你未婚妻 你救她 我并无二话 可她因着自私 被救后不愿呼救 导致你溺水过久 我心里也曾有过怨 怎么可能不埋怨呢 可后来一想 她也只是个小姑娘 不懂事又胆小 大底下坏了 但我想不到 她后来变成这样 许氏眼眶有些红 明明是救命之恩 怎就成了怨恨呢 因为她还不起恩情呀 陆昭昭一边给追风扎辫子 一边回道 而且 她算什么胆小呀 那是自私 素不相识的人 遇到落水 都会大声呼救 而大哥 未了救她溺水 她害怕被斥责 便躲起来逃避责任 她就是自私 陆昭昭心里毫不客气地吐槽 许氏擦了把泪 燕书被耽误了轻视 如今年纪渐长 也要多相看相看才是 咱们与江姑娘 莫缘分 许氏低声道 娘亲 那是她莫福气 对对对 咱们昭昭说得好 是她莫福气 许氏破涕未孝 那几年 当真是她的噩梦 她夜夜做噩梦 梦到燕书溺亡 她无数次从梦中哭醒 跌跌撞撞 跑到长子房间 摸到她的鼻息才放心 她很害怕 长子承受不住压力会自尽 这些年 她承受的压力极大 幸好 有了昭昭 带过完昭阳节 大哥就要出成绩了 陆昭昭满脸期待 陆燕书唇角 露出一丝浅笑 行了 你们先去歇息吧 娘还要去筹备 明日昭阳节之物呢 许氏笑咪咪的 昭阳节是正统的净神节 家中一大早 便开始杀猪 载阳被点心 押换奴仆折元宝 明日祭神所用 许氏亲自将点心装模 按压出花色 摆放整齐 娘 给我吃一口 陆昭昭摊开小手手 许氏摇头 那可不行 要进神后才能吃 不然 对神灵不敬 昭阳节据说是 某位神灵的生辰 传说乃天上众神之师 当然 只是传言 神仙的事 咱们烦人 咱们烦人 怎么会知道呢 你快去歇息吧 熬夜可尝不高 陆昭昭吸了吸鼻子 空气中 都带着一股甜香味 恋恋不舍地走了 小家伙躺在床上 他勾起唇角 笑眯眯的 原来 大家还会给我过生辰呀 小家伙别提多开心 夜里 周舒遥捏手捏脚的下马 悄悄往府内走 我娘睡了吗 他压低声音问丫鬟 门口的小丫鬟 低垂着头 不敢吭声 我还能吃了你吗 姑娘家家的 怎就这磨皮呢 你能不能老实点 当年你暴揍江云锦 和他母亲 一战成名 连婚配都艰难 你如今 还逛肃云馆 容真真气的眼眶发红 他是周家长席 长子已经成婚 已经有了孙子 而女儿 至今不曾婚配 周大人 是他公公 路招招讨债 第一个就讨得他公公 周舒遥讨好地笑着 娘 我不逛了 女儿发誓 这辈子都不逛了 可拉倒吧 肃云馆都改卖鸭子了 他还去做什么呢 容夫人叹了口气 月出脚膝 脚人聊膝 书咬揪膝 劳心巧膝 书咬 事愿你文静美好 怎就适得其反了呢 你瞧瞧别的姑娘 面似芙蓉出水 妖如若柳浮风 再瞧瞧你 周舒遥看了眼自己 挺好的呀 瞧着就生命力蓬勃 再说 娘你小看我 我跟若柳浮风不沾边 但我也跟柳沾边吧 容夫人美好气地看着她 沾什么柳 我会倒把垂扬柳 也算是柳吧 容夫人气得倒痒 指着她半想说不出话 冷笑着道 旁人姑娘家爱赞花 你爱什么 周舒遥抿了抿唇 小心翼翼地看着她娘 娘 打出别人的脑花 也算是花吧 我也挺会落手催花的 哎哟 娘 你说话就说话 怎么打人呢 周舒遥捂着胳膊 小脸猙獰 我娘怎么拧人呢 容夫人指着她 气不打一处来 你跟你表哥 真是天生一对 容夫人脑瓜子嗡嗡的 跟谁 她三十几岁 我才十七岁呢 什么天生一对 再说 她不符合我的标准 我喜欢好看的 娘 您可别侮辱我 咱容家血脉 本就不聪明 我寻到嫁回去 那生出来的孩子 不蠢上家蠢吗 她找余娘生华血脉 真是找对了 她家个顶哥的聪明 周舒遥嫌弃气的眼神 溢于眼表 好看的 有什么用 要才华出众 人品过人的 好看不能当饭吃 容夫人恨铁不成钢 周舒遥满脸不同意 娘 好看怎么不能当饭吃 看着就能多吃两碗饭 当年 江云锦嫌弃陆燕书摊子 她其实疯狂心动 不管财学 不管摊不摊吧 那张脸 她可以养她一百年 素云管都可以借了 嘿 现在她可不敢想 容彻要提亲许事 那她要嫁给陆燕书 妈的 她管容彻叫后爹 平白无故矮一背 晴天霹雳啊 容夫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扭头叫出门 晚上了 您还去哪儿 我找大哥去 她砍树 挖祖坟 甜水糖 是不是仿你的姻缘了 完了 她女儿嫁不出去 第245章 她的神女像 天不见谅 京城各处便响起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陆昭昭一睁眼 便闻现空气中香香的味道 竟然小小姐真厉害 竟然不需要咱们喊起床 玉叔一脸惊讶 玉琴端来热水 给她擦洗 小小姐有什么好事吗 瞧着静极其开心的样子 玉叔偷偷问道 陆昭昭黑黑一笑 秘秘 她有种奇怪的感觉 身上酥酥麻麻的 但说不出来 四海之内 都在给她庆贺生辰 怎能不敢动呢 今日休息不上学 小家伙穿着格外喜庆 院中已经摆好香案 摆放着烤乳猪等食物 陆昭昭深吸了口气 真香呀 昭昭快来拜神 许氏正背对着她 双手合十 一脸认真 许氏每年拜神都格外认真 前两年 陆昭昭还小 她面临着陆远泽的背叛 儿子的叛逆 她都不曾间断过 陆昭昭跪在她身边 当年你大哥断气 我求遍漫天神佛 终于求得你大哥醒来 那天夜里 许氏眉宇露出一丝浅笑 原本彻夜未睡 可后来撑不住 套在燕书床前打了个盹 做了个梦 我梦到了神灵 神灵说 她将燕书刺海于我 但不久的将来 我会生下一个女儿 希望我将女儿平平安养大 昭昭 你是神赐给我的孩子 何其有幸 能成为你的酿青 她真心喜爱昭昭 即便没有神灵 她也爱昭昭之身 难道是哪个弟子前的 我与酿青竟有这般渊源 陆昭昭挠了挠头 不懂 她陷继天地后 一瞬间 无数微压袭来 她的本体破碎 神魂撕裂 那一瞬间的痛苦 让陆昭昭无数次想起 都会狠狠打哆嗦 陷继后 她没有本体 成了天地间一抹灵石 无处不在的灵石 是花是草是树是河 是天边一抹云菜 也是一缕凉风 她无处不在 待她重新恢复记忆 已经处在暖洋洋的洋水中 她能重生 大抵与几个弟子有关 待拜完神 陆昭昭便与家人一同用膳 娘 我可以带妹妹出门吗 今日朝阳节 外面可热闹了 陆元宵蠢蠢欲动 金钟摆满了奇花异草 繁华夺目 宣平帝 简直下了血本 拜托拜托了娘亲 许氏拿她莫办法 只得应下 耶 娘亲最好娘亲最棒 我最爱娘亲了 抱着娘亲的脸颊 便狠狠亲了一口 呼了许氏满脸口水 三个贝 陆昭昭伸手 陆元宵顺势蹲下 将她背在身后 哇 好多花花呀 金钟还有些冷 从外地运来的花卉 都带着一层薄霜 卫世魔没有那位神灵的画像呀 陆昭昭很好奇 陆元宵笑眯眯的 我是听夫子说的 那位神灵拯救众生后 她的功德几乎高过天道 当时人们为了纪念她 想要为她画像 可但凡画出她的容貌 画像就会无火自然 纸笔无法承载她的过往 也无法书写她的功德 最后 百姓自发为她雕像 人们将她的事迹 代代相传 陆昭昭似懂非懂地点头 哦 只能刻雕像 现在 我们去拜她的雕像 陆元宵捏了捏妹妹的脸颊 民间称她为昭阳神女 还有人说 皇宫的九层塔 也是祭祀她的 但不知真假 陆昭昭看向皇宫的方向 小家伙紧钻的拳头 悄然松开 抬首府在心口 有东西 在召唤她 陌生又熟悉 陆元宵背着昭昭 顺着人潮往前走 陆元宵 你又偷妹妹出来了 护国公嫡孙李思琦 眼神定定地落在昭昭身上 又软又萌的小潮昭呀 快快快 给我抱抱 李思琦说着就要上前 干食魔干食魔 你自家妹妹不抱 抱我的做什么 陆元宵紧张地将妹妹藏在身后 你开玩笑吧 我爹那模样 生出的庶女倒贴嫁妆 才能嫁出去 李思琦一脸气愤 借我抱抱 我抱会儿 咱俩好兄弟 你妹妹就是我妹妹 陆元宵紧张兮兮地躲着她 四皇子拉了拉李思琦 表哥 你不许招惹招招 四皇子生来招邪碎 是因着招招 才过上正常人生活 李思琦遗憾地看了眼招招 招阳公主 你也去拜招阳神女吗 说起来 招阳神女与招阳公主竟有几分相似 有些缘分呢 那当然了 招阳神女就是我啊 扑通 陆元宵双腿一软 直接跪倒在地 她惊愕地瞪大眼睛 她听到了什么 她时常偷听妹妹心声 知道妹妹前世牛逼轰轰 甚至有几个弟子在神界 可 不知道她 是招阳神女啊 招招的牛逼轰轰 好像又刷新了极限 三哥 你怎么了 陆招招听见三哥膝盖磕在石板上 小脸都呲牙咧嘴 好似疼的厉害 没 没事 我能怎么办啊 今天又是被妹妹震惊的一天 她是招阳神女啊 神女啊 陆元宵心里疯狂地大喊 只知道她前世厉害 不曾想厉害成这样 众人一路前行 所有人手持一朵鲜花 想要供奉在神女前 以前从未献过神女像 陆招招都呢 你当然看不见了 神女像附近都有官兵戒严 且周遭都用大树遮挡 神女像高十八米 还用东西遮挡 每年祭祀才能揭开 说是神女功德震天 纸张无法承载她的容貌和过往 就连雕像 都是全城百姓磕头磕到头破血流 勉强建成的 还有传闻 天上的神仙都是她弟子 哈哈 这一定是传说 真要如此 她把天捅个窟窿 都没人敢招惹她 李思琪哈哈笑道 陆招招漫不经心地瞥了她一眼 小家伙还不服气 神女就是个传说了 她的神像破败不堪 随时都会坍塌的模样 你瞧了便知 李思琪摇了摇头 四皇子曾在护国寺住过几年 看过不少藏书 她顿了顿 表哥 不可对神女无礼 她头上已经长出一茬青丝 但依旧保留着小沙迷的习惯 说话喜欢双手合十 神女是真的 她的事迹也是真的 她值得所有人供奉 她的神像灰扑扑的 是她为救黎明 神魂俱灭 神像无法藏神的缘故 有朝一日 她若归来 她的神像便会睁开眼 俯瞰众生 四皇子虔诚地对着远处双手合十 我看你是荡小沙迷 荡傻了 李思琪偷偷嘀咕 神像若能睁眼 我倒立吃食 神像会睁眼 忽悠谁呢 第246章 弯心之痛 陆昭昭趴在大哥背上 抬头朝着远方看去 透过人群 穿过高耸茂密的树林 隐约能瞧见十项顶部 十项用红布遮挡 只能瞧见一抹亮眼的红 沿途都有人发放香蜡纸钱 还有新鲜花朵 听说神女娘娘喜欢花 每年祭祀陛下都会免费赠送鲜花 所有朝圣者都可以免费领取一支 陆元霄认真道 陆朝朝蹲蹲蹲吸了两口奶 花 我啥时候喜欢花了 我洞府外倒是栽满鲜花 那是饮财花 招才用的 剑道之足 也是贫穷之足 更何况养了七个铜油瓶 简直吃穷我 陆昭昭说起过往 一把心酸泪 朝圣者众多 人潮拥挤 陆昭昭趴在三个背上 只能看见数不清的人头 穿过林子 陆昭昭一抬头 便现十八米高的石像被红布遮挡 百姓跪于脚下 陆昭昭仰头看去 哇 真高呀 还不止呢 四皇子满脸敬意的何时 外界只当神女乃传说 但护国寺每年都会为她做三天法事 告慰神灵 藏书阁内记载全都是真的 当年山河崩塌 河水断流 万物枯萎 人间宛如炼狱 神女便以鲜血浇灌大地 骨骼重组山川 弯下双眼 化作日月星辰 她的一颗心 永坠人间 带来无限生计 曾经百姓亲自为她 宿过一百零八米高的神像 可神像建成之时 轰然倒塌 后来 又改八十八米 依然倒塌 六十六米 五十米 依旧坍塌 四皇子极其感慨 旧式之功 足以媲美创世帝君 但帝君创世后便杳无踪迹 世人只知神女 不知帝君 她虽是凡人之身 但以神魂救世 石像怎能承载如此功德 百姓用鲜血灌溉 以磕头祈求上仓 才勉强建下十八米石像 以供后人朝拜 她的石像 便是蜿蜒后献祭的模样 众人抬头朝着石像看去 此刻 侍卫亲自扯下红布 破旧不堪屹立千年的石像 出现在眼前 石像身上千疮百孔 遍布着无数伤痕 看了让人触目惊心 神女闭着眼眸 双手似莲花壮微捧 高举过头顶 庞扶托起万千生灵 可所有人瞧见此等模样 皆是心头一震 好似她掌中 托起无限希望 不知为何 心头有些难受 李思琪一摸脸颊 脸上不知何时 竟落了泪 这是 刻在骨子里的敬畏 当时人类面临灭绝 是她带来生机 托举起无数凡人 四皇子虔诚地跪倒在地 静静地朝拜 李思琪莫说话 不管信与不信 可所有人面对神女像 都生不出轻视 只剩浓浓的敬畏 以凡人之躯 比肩神灵 她是我们的骄傲 陆昭昭眼神 落在神像上 瞳孔猛地一缩 她条件反射般 捂住眼眸 庞扶刺入灵魂 生生不灭的剧痛 又洗卷来 疼 陆昭昭猛地捂住双眼 小家伙声音发颤 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惊恐 肉乎乎的小手 死死捂住眼睛 痛得眼泪刷地落下 昭昭 怎么了 陆元霄心头一慌 陆昭昭还未说话 太子不知从何处出现 将她抱在怀中 陆昭昭大汗淋漓 死死地捂住眼 小小的身子蜷缩 痛得发抖 昭昭怎么了 陆元霄吓到了 她从未见过 妹妹如此惊恐的模样 她 她只看了一眼神女像 眼睛疼 眼睛疼 胃食膜又出现蜿蜒之痛 她又死死地攥住胸口的衣裳 好疼好疼 心口好疼 啊 好疼 我的心 昭昭的心好疼 陆昭昭靠在太子肩膀 痛得小脸猙獰 太子指尖轻颤 昭昭已经没有心 可她产生的患痛 依旧如此强烈 当年她云淡风轻的陷阱模样 骗过了所有人 昭昭 昭昭 都是哥哥不好 我们回家好不好 你不要吓哥哥 不看不办 我们回家 陆元霄早已吓得落泪 陆元霄听得昭昭心声 心痛无比 她的昭昭 遭了太多罪 昭阳公主怎磨了 李思琪等人皆是大惊 素来沉稳的太子 早已红了眼眶 声音都带着哽咽 不住地安抚昭昭 陆昭昭 一语不发 只瞬间便汗湿头发 你们击败吧 孤待昭昭休息片刻 太子看向石像 又想起当年的追星之痛 当然会痛啊 献祭时的患痛 会如影随形地 跟随她生生世世 陆元霄早已面色煞白 她艰难地跟在太子身后 挤到一棵百年老树下 陆昭昭早已浑身湿透 痛得手指都懒得动弹 小脸苍白骇人 小家伙眼神恍惚 崇 月 她神色恍惚间 好似透过太子 看到了她的弟子崇月 太子紧握她的小手 我在 我在 太子低声弥难 可朝朝神色恍惚 压根没听见 朝朝疼 小家伙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这种痛 她这些年从未停止过 重生后 她都快忘记 还有患痛 朝朝眼睛疼 朝朝心口疼 朝朝全身都疼 全身都像被碾碎一般疼痛 朝朝 你该取回自己的千年香火了 她会让你减轻疼痛 太子抱着她 在她指尖轻轻一抹 一滴泛着金光的鲜血 煞事流出 什么味儿啊 一股好好闻的香气 像是草木的味道 吸一口好舒服 神清气爽 浑身通泰 哇 好浓郁的香气 跪在地上的百姓 吸了吸鼻子 轻声嘀咕 她的每一滴精血 都是功德所化 带着浓郁的生机与希望 太子指尖微弹 金血直直地落于神像之上 众人跪在石像脚下 石像灰扑扑的 甚至满身裂纹 瞧着即将崩塌的模样 秃得 大地剧烈颤抖 无数小碎块从石像落下 扑速扑速落在地上 百姓惊恐地直起腰 怎么回事 地动了 天哪 你们快要神像 有人仰头看向神像 声音嘶哑 满脸震撼 快看 快看神像 百姓突然爆发惊叫声 齐齐看向神像 神像在发光 不 不 神像 睁开了眼眸 第247章 天降异象 神像 睁眼了 百姓大声喊道 所有人都仰头看向神像 只见那灰扑扑的神像 好似瞬间注入魂魄 一双眼眸 缓缓睁开 高高在上的闭靡世人 大地震动 无数鸟兽纷纷涌出 天空中密密麻麻的鸟鸣叫 围绕着神像飞舞 天哪 神像前的井里都跳起来了 你们看 池子里出现彩虹桥了 池子边的百姓一脸惊愕 只见平静的水面上 不知何时架起一道小小的彩虹桥 红色井里摆动着尾巴 疯狂地朝着彩虹桥跃去 你们不觉得 这道彩虹桥有些奇怪吗 上面带着点点金光 秃得 有人趴搭跪在地上 是龙门 神女睁眼 井里跃龙门 百姓斯生力竭地喊道 众人疯狂地跪在地上磕头 井里疯狂地在半空中跳跃 神像 好似活过来 有了生命 四皇子低声嘻喃 石像闭眼时 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息 可神像睁眼 俯瞰人间 彭扶瞬间注入灵魂 我甚至觉得 神像是活的 神女显灵 神女显灵了 众人跪在地上虔诚地祈求 天哪 神像睁眼 有了灵魂 李斯奇额间冒出细细密密的冷汗 他阴差阳差从未来拜过神女像 可此刻 他竟有种难以言喻的心痛 他捂着心口倒在地上 面色白的骇人 眼前快速闪现无数画面 曾屹立于天空 手持法宝天地大战 也曾无助地面对天地浩劫 眼前轻杀长裙的少女 漂浮于半空中 身形渺小 却又撑起了半边天 他微闭着眼睛 眼角血迹一出 他什么也看不到 听不到 一点点在眼前画作星光散开 他猛地吐出一口血 公子 小丝目自欲裂 李斯奇紧握拳头 也曾看到自己失魂落魄 漫无目地四处游走 似乎在寻找什么 眼睛疼 疼得厉害 火烧火了得疼 彭腹生生挖出了眼珠子一般疼 脑子里混乱至极 李斯奇艰难地看向神像 魏石魔 好 熟悉 明明从未见过 可这份熟悉 彭腹刻在灵魂深处 来不及细看 眼前煞是漆黑一片 小丝见到 他双眼凸得变成灰眸 神情猛地一领 慌忙将他挡住 不让外人瞥见他的异样 大公子 您 看不见了吗 小丝急得满头大汗 想要将他扶出去 李斯奇却不愿离开 李斯奇幼年便患有影集 但护国功夫瞒得极好 从未透露一丝消息 他白日里一切正常 但到夜里 眼眸会变得灰白 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李斯奇紧拧着唇 威闭眼眸 不让外人瞥见一样 你扶着我 他声音沙哑 脸上是隐忍的痛苦 怎么会这样 明明白日里能看见的呀 奴才可怎么给老爷交代 小丝都快哭了 李斯奇只觉脑子里乱糟糟的 他甩了甩脑袋 少爷 咱们回去吧 小丝语气祈求 可李斯奇哪里愿意离开 他极其心慌 难受 眼中似有泪水一出 他急切地想要抓住什么 害怕湿血 他很想碰一碰神女像 他近乎虔诚地将脸颊贴在冰冷的石像上 双手颤抖得不像画 他只隐约有一丝记忆 足以让他癫狂 百姓欢呼雀跃 漫天红霞 无数鸟在半空飞舞 彭腐在迎接什么 哇 有鲤鱼越过了龙门 众人纷纷朝池子看去 只见一尾小鲤鱼飞快地越过金色彩虹 彩虹瞬间消散 鲤鱼越龙门 他画龙了 祥瑞祥瑞啊 锦里越龙门 锦里画龙了 现场的尖叫声不绝于耳 连带都惊动皇室 小太监连滚带爬地冲进金鸾殿 王公公面色微变 正要斥责 便现小太监声音狂喜 大喊道 祥瑞 陛下 神女向前锦里越龙门 画龙了 祥瑞啊 王源路面色大喜 当真 宣平帝慌忙站起身 大踏步朝殿外走去 脚步带着轻快和激动 闻五百官都惊了 什么祥瑞 什么龙门 小太监手忙脚乱的笔画 神女向睁眼了 睁眼时 池子里出现一道金色彩虹 无数井里在水中跃龙门 跃过金色彩虹那条井里 当场画龙 闻五百官 纷纷朝殿外跑去 宣平帝正好瞧见画龙这一幕 天边红霞漫天 神女微睁眼眸 庞扶怜爱地注视着凡间众生 小井里 退去满身于灵 天边卸下一抹金光 落在他身上 退去凡胎 生出龙找龙灵 渐渐露出真龙身形 北昭之幸 北昭之福 北昭祥瑞啊 宣平帝当即高呼 闻五百官乃至宫人 纷纷跪倒在地 大声高呼 陛下万岁 神女万岁 北昭永响太平 陛下 九层塔有一栋 侍卫上前 低声在皇帝耳边道 皇帝一正 现金龙盘旋在神女向头顶 眼中露出一抹惊异 这锦里月龙门 倒向在欢迎神女 皇帝点了点头 这才脚步匆匆地朝着九层塔而去 九层塔看守重重 皇帝秉退众人 亲自进入九层塔 皇帝爬到塔尖 推开门 只见悬浮于空中的灰扑扑石头 不知何时 变得流光一彩 泛着淡淡的金光 就像一块美玉 晶莹剔透 他回来了 皇帝神色微正 传说 当他回来 北昭之心会 重现光芒 他回来了 他是谁 他在哪里 对北昭是否有善意呢 宣平帝心头忐忑不安 而此刻的南国却是惊讶地看向祭祀 神迹出现在北昭 北昭获得了神的青睐 白发祭祀低声道 北昭北昭 怎么又是北昭 上回祈求神将 宗白天神的神将 竟然也出现在北昭 北昭只是一群凡人 他们凭什么得到神的青睐 咱们南国 才是召唤神灵的正统信徒 偏偏 许多年不曾召唤出神灵 说话的女子满身朱翠 但语气极为不屑 父王的私生女也在北昭 真是有趣 女子不屑地撇嘴 凡人女子 一辈子相夫轿子 生出一堆无用的废物 废物就是废物 掀不起风浪 第248章 下等人 南国皇室 白发白眉的大祭司 手持权杖 站在殿前 此次神将 不属于南国供奉的任何神灵 似乎 从未显现过神迹 大祭司眉头紧皱 皇位上满脸沟壑纵横的老人 微微睁眼 身侧站立着不少皇子皇女 估摸着是哪里的小神显灵吧 谁能比得上咱们供奉的棕白天神 主掌司法 约束整个神界 棕白天神上有六个师弟师妹 皆属各界大能 那等小神灵 也值得注意 女子凤眸轻挑 神色高傲 她是老皇帝女儿 南凤宇 南国很注重血脉 她的母亲出自苏家 苏家族中曾召唤出神将 子孙后代便略显珍贵 她又是苏家女和皇室血脉 赵神天赋极其出众 曾经 她是南国皇帝最喜爱的女儿 也是最有天赋赵神 最有望夺得南国皇位之人 南国传位 并不止传男子 因为 神将更亲爱女子 这也导致南国出过不少女帝 哪知 老皇帝遇刺 流落在外 被民间女子所救 失忆时 与女子成婚 并诞下一女 流落民间 老皇帝归位后 寻找多年 都莫寻到下落 皇位 也迟迟不愿传下去 神灵出现会 溢出灵气 能让锦里化龙 必不可能是寂寂无名的小神 大祭司轻轻摇头 南凤宇严谨微锤 老皇帝摆了摆手 神将接连两次出现在北昭 派人过去看看 老皇帝神色恍惚 正好 找找那个孩子 三十五年 他只怕已经成婚生子了吧 南凤宇嘴角清扯 露出一丝嘲弄 转瞬即逝 父王 他是民间女 下等血脉 寻回来 只怕也是废物 只怕要剁了南国威名 南凤宇眼眸 闪现一抹凶光 那个蠢货 让他寻到 将人格杀 竟迟迟未归 老皇帝咳嗽一声 沧桑的面上满是慈爱 养着便是 南凤宇咬了咬牙 父王说的是 妹妹流落在外多年 总要认祖归宗才是 就算下等血脉 咱又不是养不起 待退出正殿 南凤宇 煞时面色一垮 强压着火气 回到凤鸣殿 父王到底想做什么 早该传位于我 卫石魔还不传位 难道 他还想传给那个下等人吗 南凤宇将百剑掀翻在地 摔得粉碎 工人跪满地 苏家召唤神将无数次 血脉高贵 难道云家血脉 还比不上下等人 南凤宇满脸力气 暗影这个废物 连个女人都处置不了 他早早派出暗卫 查探下落 直接就地诛杀 偏生进入北朝 就没了消息 母亲 您又何必置气 南国乃神灵侍从 唯一能沟通神灵的高贵血脉 何至于怕个普通凡人 再说 您还有我和妹妹呢 南国皇女不外嫁 昭坠入宫 所生子女皆是皇嗣 南国以照神天赋定地位 南凤宇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看向儿子南木白 露出一丝满意 你们天赋卓越 便是父王也认可 你说得对 那个贱人出声卑微 血脉滋质皆是下等 又如何比得过我 南凤宇微点头 只是 父王迟迟不肯传位 只怕存这些心思呢 南凤宇咬牙 那儿子亲自替您走一趟便是 儿子办事 您还不放心吗 南木白劝慰母亲 南凤宇点了点头 南未玩了 南木白汗手 南国多年不曾召唤出神灵 他一个贱臂 还能翻出什么浪花 便是他的儿女 也是下等胚子 不足畏惧 母亲不必操劳 儿子定让他回不了南国 母子俩相视一笑 此刻的他们哪里知道 他们看不起的下等血脉 生了个牛逼哄哄的正神 正儿八经的神灵 他们所供奉的神灵 在他面前 甚至要叩拜相迎 北昭 太子引导着香火之气 一点点灌注陆昭昭体内 小家伙只觉浑身暖洋洋的 一切患疼全都消失 舒服的他直接昏睡过去 待他睁开眼 小家伙揉了揉干涩的眼睛 圆滚滚的身子 翻了好几下 都没坐起来 玉叔扶着他的背坐直 我怎么回家了 我不是在昭阳节吗 软软懦懦的声音 透着迷茫 玉叔眼睛红肿 您还说呢 您在昭阳节上 可吓死奴婢了 昨日太子殿下亲自抱回来 守了一整夜 刚刚才离开 家中又不许请大夫 可担心死奴婢了 小小姐 您可有哪里不舒服 玉叔担忧地问道 陆昭昭狐疑地拍了拍自己 昨日眼睛疼 心口疼 浑身哪哪都疼 而现在 不疼了 一点也不疼 昨天 是我弯心弯眼的患疼呀 陆昭昭后怕得打了个哆嗦 明明前世还能忍 这一世 大抵重生未人的缘故 痛了就嗷嗷哭 真没面子 陆昭昭捏了捏自己的小胳膊小腿 身上多出不少香火之气 香火之气抵御了他的患痛 陆昭昭欢喜地跳起来 哇 好开心 好开心 玉叔姐姐 招招好开心呀 不痛了 不痛了 再也不痛了 当年他陷阱后 神魂碎片散落各地 但他依旧无法摆脱剧痛 几乎痛到麻木 重生后 虽然暂时不曾出现患痛 但他明白 患痛从未消失 那是他的心魔 也是代价 如今 患痛完全消失了 小孩子 总是莫名其妙地快乐 玉叔不知 他在开心什么 见他开心 自己也不由露出笑容 哥哥们呢 陆昭昭仰头问道 玉叔笑容越发灿烂 今日初会是成绩 都在外院等消息呢 陆昭昭猛地跳起来 呀 我要去看看 小家伙飞快地朝着外院飞边去 大哥哥大哥哥 小家伙刚进门 小厮便一边狂奔 一边大喊 喜抱喜抱 大公子夺得会是榜首 高中会员 大公子夺得榜首 高中会员 许氏猛地站起身 眼泪哗然而下 会员 大哥中了会员 陆昭昭猛地跳起来 明日进宫参加电视 小厮拿到洗钱 眉开眼笑 快 去许家报喜 许氏云喜极而泣 记得去前爹店门前绕一圈 陆昭昭大声喊道 第249章 三元吉地 陆昭恕回来时 已经晚上 许氏早已命人备下韭菜 只等他归家 满府侍从皆是满面红光 大哥大哥 快来吃饭饭了 昭昭肚子饿扁了 陆昭昭上前拉着大哥 陆昭书牵着招招到了桌前 让招招久等 是大哥不对 他摸了摸 吵吵小脑瓜 娘 三弟 陆昭书眉宇带着暖衣 三月初一电视 昭书在外祖家请教了一些规矩 免得犯了陛下忌讳 陆昭书瘫痪多年 陆远泽又是个不上心的 许太傅深怕他无人教会 犯了禁忌 早早便将他请过去嘱咐 不着急 许氏眼中含笑 陆昭昭乖乖地坐在凳子上 小胆腿甩来甩去 忌讳 什么忌讳 皇帝爹爹脾气可好了 昭昭从未见过他发脾气 陆昭昭眼神直溜溜地盯着桌上烤乳哥 许氏悠悠地瞥了他一眼 有没有可能 他只在你面前脾气好呢 陆昭昭不信 我给他涂指甲 给他扎辫子 他都没生气啊 我还用他的玉玺扎核桃呢 陆远潇小声道 你的名字 应该在阎王爷生死簿上 闪来闪去吧 陆朝朝小脸一扬 生死簿才没有我的名字 众人失笑 明日要参见电视 今夜便不喝酒 吃些清淡的饭菜吧 免得店前失宜 今日饭菜 都是许氏亲自备下 重口的油腻的 身上容易沾惹味道的 都不能吃 陆昭昭不懂 什么叫店前失宜 反正 他尿在皇帝身上 拉在皇帝怀里常有的事 许氏眼睛微红 燕书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不管能否重状元 娘都很满足 只要你能站起来 能恢复健康 娘已经心满意足 昭昭的心声中 她的孩子一生凄苦 生不如死 许氏心如刀割 娘 燕书明白 一家子吃了顿温馨的晚餐 第二日 天不见亮 许氏便起身操吃一切 亲自送入燕书出门 陆昭昭起来时 已经快到响午 许氏正手吃香烛 双手高举过头顶 插在香炉中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一切顺利 灯枝双手合十 嘴里轻轻嘀咕 许氏早善都没吃 焦急地在院中走来走去 府内侍从也心不在焉的模样 俨然挂念着电视的陆燕书 迟到下午 陆燕书才回到府中 眼中虽透着疲惫 但神采奕奕 颇有几分轻松模样 累了吧 快回房歇息歇息 早在陆燕书回来前 许氏便敲打过众人 不许问成绩 聪慧如陆燕书 哪里看不出家人担忧的眼神 娘 不必担忧 一切顺利 陆燕书含笑道 许氏心头大石头 陡然落下 好好好 辛苦了 许氏也不多问 陆燕书瘫痪多年 儿子能恢复健康 他已经不敢再奢求更多 陆燕书无视一身轻 推去一切应酬 待在家中逗弄路招招 四日 许氏尴尬地 顶着两个黑眼圈出门 娘 陆燕书哭笑不得 瞧着他娘 竟是彻夜未睡的模样 许氏这回可等不下去 直接带着 往夙云馆而去 夙云馆位置极好 正好在放榜对面 阁楼又高 视野开阔 再者 听说店里百压宴做得极好 正好常常 陆昭昭二次踏足夙云馆 才发现 馆内宾客满堂 静坐无虚席 老宝老远就瞧见陆昭昭了 昭阳公主 快请进快请进 馆内给您留了雅间呢 老宝可感激陆昭昭 谁能想到啊 开酒楼比他开夙云馆还赚钱 而且 女客比男客更多 并且出手大方 从不闹事 许氏一脸惊讶 夙云馆竟这般给昭昭脸面 小潮潮咧嘴傻笑 许氏坐在桌前 尝了口百压咽 神色满意 果然名不虚传 菜单上 几乎包含了北昭境内所有的鸭子做法 店里还有重卤鸭呢 将鸭头鸭爪鸭心卤制 分开售卖 老爷们都喜欢打包回去喝点小酒 听说卖得极好 灯枝都听说过宿云馆的名头 等会打包带回去尝尝 许氏点头 楼下拥挤不堪 各家小厮都侯在此处 你们猜 这状元会花落谁家 大堂内 无数人一润纷纷 当然是陆燕淑公子 他可是接连夺得戒缘 会员 还能有谁与之争锋 那可不一定 这一剑 听说冒出一匹黑马 似乎 是来自长陵的李自熙 今年十九岁 学问过人 不差陆燕淑分号 唉 谁能想到呢 原本以为陆景淮 能夺得状元 谁知 他连举人都险些保不住 众人提起陆景淮 一脸唏嘘 哎呀 你们还不知道吧 有个男人挑了挑没 我大表哥的小舅子的 妹夫的媳妇 在陆远泽府上当差 泽泽 男人泽泽两声 店内客人饭都吃不下 纷纷催促道 你卖关子做什么 快说啊 男人这才黑黑一声 陆景淮文章是抄的 他是个大抄子 大家伙想想 早些年陆燕书天才之名 传遍京城 谁听过陆景淮的名字 有人一拍脑袋 嘿 你还别说 我真想起来了 我当年住在陆景淮隔壁 那会他大概七八岁 背书天天被陆侯爷骂 那会 可半点看不出天分 我还当 后来开窍了呢 男人点了点头 开窍个屁 他满脑子阴暗心思 陆燕书瘫痪后 文章全落他手里了 借着陆燕书文章考取的秀才 十岁的小秀才 多吸引人啊 打那以后 陆侯爷便急起看重他 听亲戚说 陆侯爷知晓真相时 差点活活将陆景淮打死 现在还在家中养病呢 众人眼睛亮得灼人 钱中勇猴府的八卦真多 仔细一想 还真是 陆燕书声明确起时 陆景淮还是个庸才 陆燕书瘫痪后 他好像一夜之间开窍 带到陆燕书站起来 重新踏入考场 哎呀 陆景淮便一落千丈了 哈哈 活该活该 抄袭陆燕书文章 还登堂入室 赶走陆燕书 哪里来那磨大的脸 也不知陆大人后不后悔 话音未落 便听到外头传来惊呼声 陆燕书公子高中榜首 三元吉地 陆燕书三元吉地 夺得状元 全场 哗然 第250章 风光无限 陆燕书三元吉地 高中榜首 金榜提名 三元吉地 快快快报写 去报写 李自熙高中探花 还别说 李自熙确实好看 这一届的一甲连容貌都格外出众 许氏听得报写声 喜极而泣 中了吗 是燕书的名字吗 许氏拉着灯枝 紧张的手脚发凉 神色紧张 中了中了 容将军鞋子都挤掉一只 亲自过去看的 咱家少爷中状元了 夫人 您苦尽甘来 终于熬出头了 灯枝没忍住 也落了泪 许氏捏着手绢直抹泪 快 先回家 回家等报写 洗钱背下了吗 早就背着呢 夫人放心 灯枝扶着许氏下楼时 有人大喊道 这便是状元朗母亲 许夫人吧 许氏站在楼梯口 脸色微红 她嘴角露出一丝浅笑 对着众人汗手 众人这才高声恭贺 恭喜许夫人 许氏笑道 待忙过这一阵 云娘定在府中备下薄酒 请大家沾沾喜气 多谢夫人 一定来沾沾喜气 待许氏离开 众人面面相去 这是 陆大人口中 那个黄脸婆正是 死 陆大人是不是疯了 这叫黄脸婆 不比他那个外事好看 众人惊愕地瞪大眼睛 陆远泽是不是疯了 他连三亿女 都逐出族谱 他还不疯 有人嘲讽 面露嘲笑 这可是三元吉地的长子 祖坟冒清烟了 众人一脸羡慕 听说许夫人的三儿子 也很会读书 而且很谦虚 整天念叨 自己是全家最笨的 众人叹气 怎么那魔会声呢 此刻 刚下朝 陆远泽拉拉拉一惊 官府有些大了 曾经的玉面狼君 如今瞧着 颇有些狼狈沧桑 早已不负当初的儒雅 陆大人 恭喜恭喜啊 礼部侍郎 朝着陆远泽拱了拱手 陆大人好福气啊 恭喜陆大人 护国公也阴阳怪气地笑着恭喜 不少同僚纷纷对着陆远泽拱手 陆大人恭喜 陆远泽一正 他这几日被陆锦怀之事 折腾得烦躁不堪 神情恍惚 连上朝都心不在焉 陆远泽顿了顿 心中琢磨着什么喜事 同僚对视一眼 惊讶地看向他 陆大人不知道 您儿子中状元了 三元吉地 光宗耀祖 光耀门眉 可喜可贺啊 陆大人 您虽然丢了个侯爷 可儿子争气啊 还是最年轻的三元吉地 将来大有可畏 听说 陛下有一位太子寻老师 陆大人 您将来发达了 可不能忘记咱们 陆大人真是好福气啊 儿子虽然瘫痪十年 十年不曾摸书本 可一招科举 进三元吉地 仔细深想 这孩子 只怕瘫痪前 便有能力拿下状元 死 这该是何等恐怖的天赋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陆远则心头猛地一说 针扎式的疼 三元吉地 这一瞬间 他好似 被整个世界抛弃 只隐约听得同僚恭维 脑子里一片空白 哎呀 错了错了 护国公猛地摆手 都怪老夫记性差 竟记错了 老夫忘记 陆大人将长子逐出家门 连族谱都画了 听说还写下断青书 断得干干净净 此话一出 全场接近 所有人看着陆大人的脸 由红转白 苍白地几乎倒下 陆大人不会怪罪吧 陆远则强扯出一丝笑 笑容苦涩 不碍事 不碍事 随着同僚走远 耳边还隐约听的声音 晚点可要去状元府上 讨一杯博酒 许夫人熬出头了 真可惜 原本是中永侯府的机缘 如今 哎 没福气 陆远则好似脸上被扇了一巴掌 面色泛白 他亮亮呛呛地出宫 宫外热闹纷纷 状元打马游街了 小团在路边嬉戏奔跑 众人皆是仰头看向三人 哎呀 状元爷和炭花郎真好看 我觉得状元更好看 我觉得炭花好看 众人争执不休 陆远书骑着高头大马 巡游长街 身上带着大红花 脸色通红 阁楼上的姑娘们 纷纷朝三人扔下手绢 状元爷快 接着我的手绢 状元爷 炭花郎看我呀 姑娘们纷纷笑道 未出阁的姑娘们 极为矜持 但每三年出现状元时 总会格外开放 甚至 还有绑下捉续的惯例 方才 炭花李自熙差点让人给捉了 幸好陆燕书带够侍卫 才救他小命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陆燕书身旁的白面小少年 羞红了脸 他的容貌比陆燕书还精致几分 只身形略显瘦弱 哎哟 李自熙猛地捂住脑袋 谁往手绢里放石头 李自熙捂着脑门 额头隐隐陷了血迹 还是这么倒霉 李自熙一脸绝望 燕书兄 本会可否去你家中歇歇脚 炭花李自熙小心问道 当然可以 陆燕书无奈至极 拐脚处 江云锦坐在马车上 瞧见风光无限的少年狼红了眼眶 原本 该是我的 三元吉地 风光无限 本该是我的 江云锦一滴青泪滑落 想起府中无能狂怒的陆锦怀 心中只剩满满的厌恶 陆远则一时神情恍惚 他甚至 不知该哭 还是该笑 喜事 儿子三元吉地 考取状元 坏事 儿子被他逐出家门 写下断青书 他到底做了什么 怎么将好好的一手牌 打得稀烂 他为陆锦怀的才学 抛弃长子 如今 陆锦怀爆出抄袭 长子逆袭成状元 多可笑啊 他就像一个笑话 陆燕书带着炭花李自熙 回到府中时 许氏已经送走道贺的清卷 一甲要进宫谢恩 这才耽误到现在 少爷归家了 奴才大喊 丫鬟奴仆面上欢喜 接儿许氏给所有人三倍月银 还置办了一桌丰盛的喜面 谁能不开心 许氏急匆匆踏出门 正巧遇到陆燕书 母亲 这是李公子 陆燕书笑着给许氏介绍 这是炭花郎李公子吧 今儿游街远远瞥见眼 不愧为炭花 自古以来 炭花容貌皆是上品 许氏心里琢磨 外人都说李公子运气极差 是真的假的 刚说完 门上的牌匾陡然一松 直直地朝着李自熙砸来 炭花容貌尽